柯文哲对于台北市府之前的BOT案 就如同这个机关枪一样 炮火是四射的 不过现在也引发了 鸿海郭台铭的重炮回击 到底这个三创园区 当初得标的过程是如何呢 来看我们的深入报道 原本3月2营运的鸿海三创园区 跟6月要完工的空桥 现在都暂停施工了 也代表鸿海郭董跟台北市长柯文哲 正式杠上 一口气买下六大爆头版 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真的火大了 不惜花600万为三创BOT争议 公开反击 限时48小时要北市府给交代 郭董下站铁三创漆黑一片 全面停工 可逼痛逼�海财团怎可如此嚣张 这争议恐怕必须从当年得标说起 2010年鸿海蓝天日升生灿坤等共五家 业者竞标台北资讯园区 这争议恐怕必须从当年得标说起 2010年鸿海蓝天日升生灿坤等共五家 业者竞标台北资讯园区 质素 仿佛 还是对基本的 郭董强调拿到50年营运权靠本市 明明以37亿5300万总投资金额最高 合法合理 但柯P认为开发权利金10亿 换算一年只要2000万 比起光华商场一年租金8000万 实在太便宜 要连阵数查一查 他当初在这个建制成本里面 他是最高的 他跟市政府谈好的 那既然已经谈好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他当然是相当的 自认为他在勤礼法都站得住层面 吸引三倍五倍的人潮过来 大家能够到这边买到好的产品 2010年得标 2011年动土 原本预计2013年就要营运 结果拖到2015年3月才要开幕 这一跳票也要被罚钱 郭首正他求好心情 他想要打响这一炮 所以他希望说 等到属体跟这个所谓停车场 跟卖场都完成之后 他才要一起开 一起等下完工 如今和柯P杠上又停工48小时 恐怕损失上看百万 郭总强调鸿海绝对经得起考验 只是3月来不来得及开幕 恐怕变成未知数 我觉得民众应该比较不会 care这一块 但是就是还是会有观感的问题 我觉得商人赚钱不违法 重点是如果政府开一些后门 让他们大传起钱 那才是有问题 护彩地雷 国董占科P 战火一触即发 东森财经书 潘运转程文杰 台北报道 新冠 李宗依俊 果 写